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年轻人都在网上在拼命的买东西 我倒有一点奇怪就是到底能省多少 所以我问了一些朋友 那么有些东西可能省一点 比方说一件衣服比方说是400块钱的 在网上卖可以卖到100多块钱 这个是大家觉得很划算 所以有些人把这个秋季或者明年的衣服 就一口气就在这个时候买 那也有些人来买大件的 大件的我听过几个价钱也都是挺吓人的 比方说那种有弯曲面的那种大的电视机 大概70英寸这样大电视机 好像就是几千块钱人民币一台 那么平时可能要卖到9000 1万 现在大概卖到6000这个样子 并且送货上门 所以这几天那个卖东西就是不得了了 并且这个网上购买的这个风潮 并且会蔓延到各个地方去 好像有些外国的厂家也都想应这个双十一 也就是光棍节的这个抢拼 那个我知道好像日本韩国有很多厂家 也利用这一天来抢拼 因为这个时候是一个最好的购物的一个日子 所以很多人都在这一天买 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稍微讲一点光棍节 其实我对这个光棍节可真是没有什么认识 也没有什么理解 因为我自己从来不在上面买 大家说你怎么这么省呢 我也倒不是省 我是觉得挺麻烦的 因为我经常到处出差 有时候住在学校的宿舍 有时住在自己的一个书房 有时住在香港 根本就收东西就很难 如果要在我在这里守租袋 都等几天就是为了收这个包裹 我觉得太辛苦了 很难收 又没有人帮我收 那么所以有些重要的东西 如果要买的话 也都只能是求朋友帮忙买 就说我自己是没资格买 因为买了我没办法收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 所以呢到光棍节呢 我讲了一些很不光棍节的话 大家有些朋友觉得嗤之以鼻说 哎呀王老师你这个太落后于时代了 我想这个也没有什么落后于时代啊 如果你去开通一张卡 上一个APP 你自己到网上去 拿足够的时间去一件件的比 并且你买你自己需要的东西 找你喜欢的这个店去买 买电器或者买什么东西 你都到自己相应的店去买 那一定是可以拼出很便宜的价的 但是我 我应该说大部分的消费产品都有了 不太缺东西啊 所以呢也实在是没有什么买啊 如果要买衬衫 就买衬衣 那么我一般到你的店里去买呢 也能够买到比较合身的 价钱贵不了一点点 所以呢有些时候说就算了 这是年轻人的节 这个是他们的节 这不是我们的节啊 但是现在很多年纪大的人 也在这里血拼 所以今天啊 双十一 十一月十一号 我在这里祝大家 血拼愉快 能够买到自己愿意的东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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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